钱投下去弄不清去向 看不到回报 在感情上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 陈女士此刻有一种人才两空的感觉 如果丈夫不肯听她的建议 停止项目及时止损 那么这段婚姻继续下去 只会更加危险 没有意义 这段感情到底该何去何从 错出在了哪里呢 调解到这儿 调解员胡建云向两位当事人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问两位的 你们两组成的这个新家庭有多重要 感情 精致我都付出了 那她有多重要 我是用心的 你用心用在什么地方 我用心就是因为她要什么 我就是成了一个供求者 我现在感觉到她始终没有给我一条心 那这个问题肯定要问一下徐先生 就这个新家庭对你来讲有多重要 这个新家庭对我来讲也就是我恢复人的一张日口 两个人都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家不是说拿来让你们变得多富有 对吧 最重要的是这个家很温馨 你是这个意思吗 嗯 现在我就来提的问题 关键是你要给我一个坦白的情感 我总是觉得她一直想做事证明自己的能力 她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要了 但是你想你要叫她使自己去做呀 为了证明自己把你也拖进来 嗯 结果目前来讲并不成功 对 所以你焦虑她其实心里面也难受 我这事就不做了嘛 收拾吧 好 前面那些追问 其实我想验证一样东西 就是双方并没有多大的不可告人的东西 事情 都是在自己的原则底线上挣扎 试图去适应对方 然后有很多事情比较的意料之外 那这个时候你们采取的唯一的做法 就是拼命地写条约 拼命地写条约 写条约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 一方面彻底地反映出 陈女士内心的单纯 甚至是幼稚 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 徐先生某些方面的老谋生算 他知道这个东西没用的 你写就写嘛 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放心 我这边好好努力把钱挣回来 那比什么条约都重要 你知道吗 他可能心里是这样子 好 我就先问到这里